哈囉,觀眾朋友,我是逆寶 今天帶來的影片呢,主要是告訴大家要怎麼去衝高評價 從A加到S,甚至到我們目前的話前百 要怎麼去跟上面的玩家做競爭 那目前我的P-Label來到了Label 40 但是越上面的一個卡片的話,代表說會有越強的效果 所以現在我想要農到這些卡片的時候呢 我必須要去解這些所謂的成就 要養很多很多的一個偶像 所以算是遇到一個蠻大的瓶頸 所以算是在這樣的一個期間呢 來分享一下我要怎麼去衝高排名 那目前的話我的排名呢 大致有把每位角色都衝過一輪S 就包含了現在遊戲中可以玩到的十位的偶像 那目前的話都上過一輪S 那目前我覺得最難上的會是 好印象的這個流派 那好印象這個流派呢 畢竟他是比較穩定的一個打法 如果你的數值分數並沒有來到差不多三千五的時候呢 你就必須要打到超過兩萬多甚至到三萬分 這基本上對好印象來說 非常的困難 我目前打出好印象最高的分數呢 是兩萬六千多分 而且是靠輕之呢拿到最強的一張卡片 才達成了一個成就 所以想要突破這個極限的話 真的很困難 所以好印象算是 在所有的一個流派裡面 課金量需要最大的一個角色 因為真的很難 那甚至會有人選擇讓 我們的好印象呢 轉成所謂的元氣彈的流派 打出高分數 這也算是不同一個思維 這樣遊玩的難度會提升很多 那個人的話 有空的話大家也可以做嘗試一下 因為真的是 比較好打出三萬分 然後去拼到S的一個成績 第二困難的話算是我們的集中好調的一個流派 那集中好調的流派呢 目前我覺得最困難的點在於所謂的選牌 選牌你要選好調還是選集中 那個比例呢 我個人覺得在 呃 在三種流派裡面是最難拿捏的 再來是他的採卡數量 要求很多 就你可能需要這樣採輸出 也需要這樣採輸出 那另外需要用到國民偶像 打出一個combo 有可能你需要用到魅惑的視線 然後拿到絕好調 那這個東西呢 也會綁定說 你前期有沒有獲得集中 所以等於說 你要再花一回合去拿集中的話 那可能你要再打一張卡片 所以我覺得 目前集中好調算是三種流派裡面 最困難的一個流派 他可以打出很棒的上限 你想像一下你在最後兩坦的時候呢 你要同時進國民偶像 跟最強的輸出 有多難 最後兩回合的時候 你要三進二 才有機會打出最高的上限 那真的是難如登天 那如果說跟我們的 元序單比較起來的話 他的一個思維就比較簡單 就是你在前面呢 拳頭疊盾 拳頭疊盾 最後呢打出所謂的 打招呼 獲得是我們的愛心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的話 你就可以輕易的打出五六千 甚至到破萬的一個分數 那我目前打出最高的分數呢 是四萬六千多分 也是運氣非常好的一局 但我覺得元序單最難的點就是 你必須要在最後一turn的時候呢 進這張愛心 那這張愛心呢 他是消耗一半的盾 然後打輸出 但是呢 你的輸出來源都是靠你的盾嘛 所以這也意味著 你只要前期進了這張愛心 你的上限就沒了 這也算是元序單裡面 也是蠻看臉的一個成分 但是我覺得 也算是無刻裡面 是最好達到S成績的一個角色 即使你的角色不破 那你只要盡量把你的主屬跟副屬 衝到一千五上下 那第三主性大概三百四百呢 你只要打出超過三萬分的一個成績 就有機會上到A4 是相對比較簡單的 好 那三種流拍都講完之後呢 那我們就要看一下 目前這遊戲要怎麼去衝到A加跟A4 那第一點的話 就是看我們的三圍嘛對不對 我們三圍呢 目前成績的話是最終 一千五 一四八八 五五六 那在我們計算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選擇 用這個計算機 去扣除我們剛剛獲得的一個成績 接著你就可以看出說 我們最終達到S評價的話 會需要幾分 這算是可以逆推算出 玩家需要打幾分的一個手段 所以我這把的話 我只要打出 兩萬兩千多分 就可以上到S了 那這把的話我打出四萬多分 所以我的評價多了五百多 因此得出結論就是 數值跟最終測驗的分數 會影響到你的評價 這兩點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要怎麼去提升數值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從我們的資源卡下手 那我們資源卡片呢 有分所謂的這個初始上升 還有這個SP率 那所謂的SP率呢 會讓你的一個整體育成的話 這個彩率 特殊訓練的次數會提升 所以會讓你的上限更高 那左上的這個初始上升提升呢 會讓你的屬性直接獲得一個 比較穩定的加成 那這張卡片也算是 在目前第三屬性裡面 最適合帶的紅卡片 因為道具呢 可以給惡動 初始上升又很強 然後又給SP率 所以是相對比較穩定的一張卡片 另外卡片呢 所謂的數值上升率 但數值上升率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這個數值上升是第三屬性 那他所拿到的一個整體的數值的話 並不會來得這麼多 因為我們一般來說的話 不會去按第三屬性的訓練 除了第一次 所以大多時候就只有追加訓練的 額外數值會影響到 會加成這個趴數 所以基本上很少會用到 那要不然的話就是 用到的一個數值量上升很少 頂多不到10 那甚至的話頂多就到10幾而已 聽起來就是沒有很多嘛對不對 所以第三屬性基本上 左上角如果是趴數的話 那相對是比較弱一點 但是有些角色呢 他比較特別 他是三種屬性的一個加成比較平均的 那基本上卡片的話 就只能靠活動卡 課金 還有刷手抽的方式去獲得 所以必須要你去花錢 花時間 花精力的話去完成 所以支援卡的話 算是我目前比較難動的部分 所以無課玩家可以動的部分的話 就是在右邊的這邊 就是所謂的因子 因子之後呢 盡量維持在A以上 因為A以上的時候呢 會有五個因子 那這些因子 我們只看什麼東西 我們只看顏色 紅色、藍色、黃色 OK 有三屬在的時候呢 他就是一個及格的因子 再來我們會看卡片給什麼 有時候會給plus 有時候不會給 那假如說你拿到plus的話 等於說你當場的一個育成 直接省了100塊 別人需要拿到卡片加 他花一回合強化 你不用 你直接拿到這張卡片 那再來 在兩週之前有人提出說 趴數跟初始上升 哪個比較強 那我目前得出的結論就是 第三屬性的趴數很爛 然後上升的話比較實用 所以玩家你也不用管那麼多 只要上面有顏色 那他就是及格的因子 再來是你要去凹 彩色、金色 然後都比較白色 那是你的事 那剩下兩個屬性的話 我覺得算是額外的一個加分選項 所以我們也不去探討 好就是 只要他有趴數 卡片是對的 那他就是一個很強的因子 那我覺得現在最麻煩的一點就是在 我們的白色因子呢 有機率獲得開始就獲得的一個成績 那這個開始呢 我覺得算是比較難刷的部分 首先你要去凹一個 有白色的 而且是帶plus的 接著如果都有的話 你要看開始 再來呢下面還有三個屬性 還會是一個很強的因子 所以 真的很難刷各位 真的很難刷 我目前遇成大概 兩百多場 我還沒有刷到一個 合格的打招呼 所以算是 我目前 我目前比較少養元氣彈流派的一個主因 就是因為我每次都必須要 租借別人的因子 才會比較好遇成 所以相對尷尬很多 那新種玩家呢 你也比較特別去刷什麼 彩色跟金色怎麼開始 都沒有都沒有 他只有在中間測驗的時候可以獲得 所以只要他有趴數呢 然後你可以慢慢去往plus去農 那就算是 因子上面的一個進步 那我們三個東西提完之後呢 角色要怎麼去做提升 角色提升的方式有兩種 第一個的話就是所謂的 我們用課金 抽復數角色 讓他才能開花 一般來說的話會抽 第一隻零破 兩隻二破 三破的時候是四隻 再來是七隻 然後還有十一隻 所以 基本上最後一turn的時候 這個是比較困難達成的 所以一般你看到SSR 有這樣的高突破的話 是真的蠻誇張的 所以我們從 二破開始看的時候呢 下一個突破會獲得 額外的趴數加成 所以在我們育成裡面的話 這個趴數加成的話 也會是一個 蠻大的一個關鍵所在 因為畢竟呢 他都是加主屬跟附屬居多 那整體數值的差距 可能會來到 大概 三四十 這麼多 所以三四十的一個成績的話 可以讓你的 最終測驗呢 少達好幾千分 所以這也算是一個 差距所在啦 那再來 如果你要提升到 最後階段的話 他會加三體力 但是三體力呢 對好印象來說 差距沒有很大 那對元氣 還有好吊集中 三體力有時候會救你 但並不是所有時候都會救你 所以 算是可有可無的東西 再來的話就是一般 無課玩家會有的一個提升 就是所謂的特訓等級 那特訓到Label 3的時候呢 你的卡片 所謂的固有卡 就可以來到Plus的一個成績 那假如說你有特訓3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 贏別人一個 100塊 就等於說是強化一次 所以一般來說 你想要在中間的追加測驗 打出一個上限的話 那就必須要有這個Plus 一般來說的話 都比較難去打滿 那到後面的話 Label 4 這個整理數值差45 那會讓你少大好幾千分 那再來呢 Label 5的時候呢 會來到了加三體力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主推的話 你可以把所有的資源都灌給他 讓他有一個額外的提升 那最後 Label 6的時候呢 會榨乾你全部的資源 真的超貴 那你會獲得的加成呢 只有三體力 另外呢 你的SP率會從5%變10% 那這個差距會讓你的育成 變得相對比較穩定 因為有些人帶卡片呢 他沒有到偏好帶這麼多SP卡 所以這個5%可以讓你的育成 波動比較沒有這麼大 甚至在你的主副屬 都沒有採光的時候 你的第三屬有可能會出SP 來救你 那這樣你的育成的話 至少不會來到一個很難看的成績 所以一般玩家的話 我個人建議是 優先3 然後 平均角色到Label 4 5跟6的話 就是看你有沒有主推 有的話就投資 那我目前的話 基本上都沒有 超過5以上的角色 那我現在的話 整體平均是4嘛 因為我必須要做攻略 所以 我基本上是每一隻都 大概維持在4 讓我比較好達到S 那就夠了 那少數像是我的皮卡丘有到7隻 那我的整體趴數的話 就有機會跟課長做競爭 那有10隻的話 那變成是我會多一件額外的衣服 那基本上差距不大 好 那接著的話 我們到育成的這個頁面的話 那假如說我們要培養這隻換裝手球 那我們可以從左下呢 看到它的一個屬性 五紅富藍 第三屬呢 是黃色 那我基本上的配卡的話 會朝向321 或者是三勝的方式來做代取 那當玩家卡片屬性好的時候呢 你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你的主附屬 會出現 暴屬性的情況 那假如說 溢出了超過1500的一個數值 它不會幫你加成績 就等於說 這樣的一個成績是溢出的 所以我們通常第三屬性都會帶 當卡片 就是左上角呢 它是 有所謂的 初始上升率比較高的卡 那右上的話就比較矛盾了 就是 可能這張卡片 它會給SP率 但是它出SP的話 我不一定會按 這是比較矛盾的 因為按了我 按了會救你 但是 它可能就沒辦法 打出一個很高的上限 這遊戲有一個 RNG的一個項目的話 就是所謂的跳事件 那一張SSR卡片呢 它會有三個事件 包含了遺物 我們的 數值上升 還有它的一個三效果 有機會呢 從基本卡裡面 變一張 你沒有的卡片 或者是隨機卡片 那還有一些卡片呢 它是 直接強化隨機一張卡片 等於說 強化到對的選項的話 你可以限省100塊 所以假如說我們要衝高數值的話 我們會想要說 它跳好的遺物 卡片強化到對的 然後數值上升 能給就給 這三個為主 那主要這遊戲沒有連續事件啦 所以它跳什麼你就拿什麼 所以算是 比較簡單又暴力 OK 那我們育成這次的話 那我們就會選擇 因子嘛對不對 那選擇完之後呢 我們就會進到遊戲裡面 目前的話 我這次喜歡帶 321的一個帶法 因為我的一個數值的話 有機會溢出 那在開始的時候 如果你達到Pro難度 我基本上會選 好印象水 那如果說是元氣角色的話 我會選 烏龍茶 因為有機會讓你直接做一個疊盾 然後打出爆發 那如果是集中好吊的話 我個人會偏好 好吊水 或者是烏龍茶 那我們這一把呢 不會把它養完 我們就進來看一下 左上角的部分 OK 那左上角的部分呢 你想要達成一個好的角色 那你要做什麼 首先就是 有上課呢 一定要上課 因為這個上課呢 它會給數值 通常這次會給40跟30 然後第二次上課呢 會在第九週的時候 會給80或55 最後一次上課 還會給110 那我覺得在第十一週的時候 會很尷尬 什麼地方尷尬 就是它的附屬性呢 有40%的機率成功 那我覺得它的那個成功率 很低很低 真的很微妙 基本上我成功的案例大概只有 印象中只有三次 所以我大多數都會直接按 第一個選項 但如果說 在那個選項 你的數值會爆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去拼說 第二個屬性 它的機率要不要過 算是 在預算中比較困難的一點 OK 那接著呢 你可以直接看到 我們右半邊有一個數值嘛 對不對 包含了我們的第一訓練 一訓給60 二訓給90 那在我們追加測驗的時候呢 會給90的一個屬性 外加 附屬性都有機會獲得90的一個加成 那這也代表著 你的追加測驗只要沒打完 你就是虧三倍 超級多 各位超級多 所以追加測驗 道具 不能扣 絕對不能扣 在有餘力的情況下 你必須要把全部的分數打完 所以這也意味著 你在中間選盤的時候呢 就要想辦法去面對 我們第一次的追加測驗 要怎麼打滿分 如果沒有打滿分 那這一把就是英子局 因為你衝不了上限 所以很重要 所以 有上課 一定要上課 再來呢 有SP 一定要選SP 那如果是第三屬性有SP的話 那就有點尷尬了 因為 第三屬性通常的趴數不會來到 10%以上 所以這也意味著 你的這把上限可能就偏掉了 所以最好的情況是什麼 上課出第三屬性 然後主附屬呢 都沒有溢出 然後平均的一個數值分到 三千五三千六 那就是一個最頂級 我們想要打出 高層機的一個 完美記憶體 OK 那玩家的話 也可以在追加測驗之前呢 你可以算一下 大致的一個分數 在什麼Label 那這遊戲的一個數學的話 我覺得沒有到那麼深色 基本上的話就是 三百一 去乘以 你的主屬性是什麼 那我們像這把的話 追加測驗我們就選藍色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藍色呢 三百一乘以 1.424 然後得出的結論呢 是四百四十一 那目前這遊戲的四捨五路的話 它是不會進位的 它會直接去掉小數點 所以不管你後面的數字是什麼 它就直接去掉 所以我們最後面算出的話 就是一五三 四四一 跟一九三 然後 在最終測驗的時候呢 它會追加各屬性三十 所以我們這把的話 藍色的一個溢出是九 就是算可以接受的範圍 沒有到差那麼多 但是換個想法 如果說 你的屬性在最終測驗的時候 是滿的 那或許你可以打出更高分 這也算是 幻象的一種思維 那我個人建議的話 還是不要溢出太多的分數比較好 我目前就是有一把麻羊 它的數值分來到了三千六百多 但是 溢出了 六十幾到九十 所以那把真的很可惜 就是 如果說 數值分可以再更穩定的話 那或許可以打出 TOP10的一個成績 所以我覺得算是在這遊戲裡面 你控分 要控得仔細一點 你可以選擇在最後三遜的時候 做控分 包含了這個 兩百 兩百二 還有最後面的三百一 可以利用一四五 的一個全屬性的話 去控制你的主屬性不要爆 也是一個 可以想的範圍 OK 那我們目前的話 又來到這遊戲最終的一個環節 當你的卡片 你的音子 還有你的機體呢 都來到完美的程度 那你要怎麼去跟別人凹上線呢 答案很簡單 就是靠賽 對沒錯 所謂的資源卡數值靠賽 再來呢 你可以靠賽的東西就是道具 一把遊戲呢 你可以帶三個道具嘛 對不對 所以在初期 中期測試的時候呢 道具我們都不會扣 除非你很賽 你提早獲得了彩車道具 那你就有機會扣到最終測驗 去打高分 那我們第一行呢 是 所謂的好印象派 跟元氣彈流派 那這樣的一個流派的話 目前遊戲的上限 就包含了 你必須要拿到好印象水 那這個好印象水呢 它是每回合會加好印象1 所以說你回合數越多的話 它越強 那好印象最好的劇本就是 好印象水有兩罐 外加一罐 我們右邊的藍水 這個藍水是強在 它可以打出兩張牌 當你喝這罐水的時候呢 你可以多打一張牌 那最好的情況就是 在我們最後兩罐的時候 只要在前面疊高好印象 在後期的時候呢 連打兩個走拍子 或者是輸出 那就可以讓你的分數呢 就來到一個更高的成績 那再來是 好印象的這罐水 它基本上等同一個輸出 會在最後兩罐的時候呢 來喝 通常是最後一罐 就是在你要打牌之前 要記得喝 那等於是多打一張牌 也算是打高分的一個手段 那最爛最爛的情況就是 喝我們這罐 加三的好印象水 但是 這也意味著你這把的上限 頂多那樣 那這遊戲要怎麼獲得 更可怕的上限呢 答案就是 我們的青之 各位 青之可以隨機獲得一張 加成後的卡片 所以說你可以獲得 Label 41 42 43 44 45 甚至是你已經有的卡片 包含了這個 我們好印象流派裡面有個 加一個回合 它有機會獲得第二張 等於說是加兩個回合 很誇張對不對 或者是可以拿到 我們Label 45有一張牌 它是 開局好印象疊4 然後後面的話是 加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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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你知道 在第一turn內 拿到這張牌 那你就是無敵了 所以青之算是你在 這麼多把重來的一個局裡面 它是 未知數 但是也相對比較好玩 那集中跟好吊呢 也算是蠻好理解的 那我個人是偏好 兩個這樣的一個集中水 這個集中水呢 可以讓組好吊的牌組 它不需要去 花很多時間去疊集中 它只要管好好吊 跟絕好吊 這兩個就夠了 然後再來是 絕好吊水這兩罐 有一個很好的手段 假如說你的牌都沒有絕好吊的話 那你要怎麼去控制呢 你前面瘋狂疊好吊 在最後兩吊的時候呢 你喝 絕好吊藥水1 那它會存在兩回合 然後在下面的絕好吊2呢 它會存在三回合 所以只要你有這兩罐水的話 你可以控制在 上面爆發兩回合 跟下面爆發三回合 你可以控制你的爆發時機 這個算是遊戲機制的一個手段 所以如果說有拿到這兩個東西的話 那就可以多加利用 再來是好吊集中的話 旁邊的青汁跟所謂的藍水 這兩個也很重要 因為畢竟是多打一張牌嘛 所以集中好吊玩到後面的時候 你的基礎傷害提升 好吊傷害提升 那最後面呢 你就可以靠我們的藍水 連打兩個輸出 讓你更多爆發 所以玩到後面的時候呢 道具的一個RNG性 就會變成是最終測驗的一個分數所在 那你要怎麼打出高分 就必須要利用這些道具呢 做一個堆疊 再來是看你的鏡牌 然後再來是看你的數值分 來完成最後的一個成績 所以我個人滿偏好 有一張牌是 它只要進行藍SP訓練的話 就可以獲得隨機兩個道具 那那兩個道具呢 矮色的機率 我個人覺得蠻高的 那如果說你要買柴水的話 就必須要到商店裡面 花100塊去買 通常會在最後兩週的時候 然後去進商店 就看一下你當期有沒有進 如果有進的話 那或許你的上限 就會來到很高的地步 因為這遊戲呢 最終測驗是不會給道具的 它會給一張卡片 所以你必須要在最終測驗的時候呢 累積滿三個道具 才可以打出更高的上限 好了影片到最後做一個收尾 那我個人覺得這遊戲呢 不同角色有分所謂的排行榜 算是這遊戲好玩的一部分 因為你可以跟其他玩家做一個競爭 然後分享彼此的牌組和購組 那現在遇到的情況就是 我很想要把一些卡片解鎖 但是真的太困難了 因為需要解的成就 大概需要花一週到兩週的時間 才有機會上到最高等級 像是右上槍卡片的話 喔真的好強真的好強 所以玩家也可以多利用 輕支這樣的卡片 來去凹我們上面的什麼 天真爛漫 還有這個紅色的卡片 只要你開局抽到 那你就是神仙 各位你真的是神仙 那元氣蛋呢可以考慮抽這張 它會炸光你全部的盾 然後打一個爆發 算是很好玩的一張牌 那目前這遊戲呢 大概才開不到一個月 那我覺得 往後呢應該會有更好玩的一個模式 或遊戲玩法 那我覺得目前的話 你就是專心農因子 然後卡片的話慢慢累積 因為目前資源卡的話 它給的一個資源量真的不多 所以大多數你要獲得這樣的一個卡片的話 你只能靠課金 或者是把課金多餘的卡片呢 拿去分解換點數 它有機會讓卡片呢 有一個很好提升 那我覺得這遊戲的SR的話 有些是真的有點破格的強 就像包含了這張 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 可以隨機獲得道具的卡片 也算是在這樣的一個構築裡面的話 它有機會讓你突破一般人的上限 就是等於說是 讓你的RNG性更多 更好玩 但相對的話也少了一個 事件可以跳啦 就是 你可能拿不到強化 或是換卡片 但講了這麼多 我覺得這遊戲的重點呢 還是在 推喜歡的主推 聽演唱會 然後跟 同好分享喜悅 差不多這樣子 好啦我是聶寶 感謝各位收看 希望這支影片呢 對你有幫助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拜拜